距离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 倒数不到一周的时间了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美国的芝加哥 在这边 亚裔选民大约是占总体人口的7%左右 而这些关键少数 这一次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芝加哥向来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今年8月份 民主党才刚在这里举行全国党代表大会 在美国的政治光谱偏蓝 在这里长大的台湾移民第二代 要扭转的是亚裔对政治冷漠的刻板印象 我没有说支持谁 可是至少应该去投票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 很多台湾人 尤其第一代来讲的话 每次听到政治来讲的话 政治他们就愣住 Richard的父母都是来自台湾 过去的美国总统大选 他摆荡在两党之间 就是所谓的摇摆选民 对于这一次贺锦丽与川普的对抗 他认同民主党的价值观 人权跟说安全制度 最近尤其说我们看到 里面的那些枪击管制 gun control 然后直到川普来讲 他这一次完全不在乎说台湾的安全 我照有一种印象就觉得说 共和党Report会支持台湾的 这次他的一些政策来讲 完全就脱离他的那个 可能说八年前的计划 质疑川普对台湾的立场会随时改变 抱持不信任态度 但是这次大选两党唯一共识 就是打出抗中大旗 对台湾来说又该怎么解读 台湾现在也不要太高兴 因为台湾有现在就是台积电的晶片 然后我们台湾自己讲 我们是有细盾 是对的 可是这就是American interest first 因为美国的利益在台湾 所以美国一定会非常的支持台湾 所以自己台湾要争气 长居芝加哥四十年 从事金融业的Steven 认为台湾目前最大的科技优势 先进晶片和美国利益合而为一 才让台湾在这次大选中屡次成为话题 十年前二十年前 你要找个参议员跟国会员 替台湾讲一句好话 那真的是比登天还难 可是现在2017年中美贸易战以后 这个完全都改观了 随着抗中成为美国大选 必备的选举语言 台湾的金片 国防预算 都掀起川普阵营口水战 但是两人民调持续呈现拉锯 谁都没有明显胜算 对台外交政策 也都持续模糊 对台湾和台湾 另一方面 我认为 特朗普阵营口水战 会比特朗普阵营口水战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 日前公布一份民调 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 降到历史新低 同时也有另一份民调显示 有超过51%的美国人 支持两岸维持现状 但也有58%的民众 不愿承诺派遣 美国军队协防台湾 这次大选结果很有可能 为美中台关系 投下新变数 TVBS记者彭慧云 终于伦 在美国芝加哥的采访报道